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交量萎缩到1700亿以下 所以大家目前是观望气氛比较重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看一下美国股市的动向 因为美国股市只要是出现一个上攻的话 外资就会回来站在买方 那台股就会出现比较上涨的波段空间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美国这个稻穷指数 稻穷指数你可以看清楚 它这个地方是跌破的前波跌跌 跟我们大盘是一样 破前波跌跌 但是我们大盘还没有站上前波跌跌 这个稻穷已经站上去了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比台股还来得强 那如果按照记录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通常破底之后呢 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头部形态 对不对 这个头部形态完成之后 破底之后照理说是应该要持续的往下跌 但是它并没有往下跌 所以这个叫做破底翻 所以这个地方 破这个底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假破底 那假破底的目的呢 就是在洗盘 也就是说这边的人他已经被洗掉了 这边的人呢 他看到破底呢 把他卖出去 把他停损掉 把他出掉 但是呢结果后面涨上去了 所以这一批的人已经被什么 被洗掉了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呢 道琼呢基本上呢 他这个低点基本上算是一个初步的 确认第一个低点 那后面还会不会强势的往上面攻击呢 除了他能不能守住这一条支撑线之外呢 要观察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NASDA 美国NASDA呢我们看到 这一次呢已经到一个关键的位置区了 那为什么说我说这一次是关键的位置区 因为你看他这个这条是月线 他月线呢一旦来做突破 回撤不破低点之后呢 当月线开始正式的翻扬向去之后 他就涨了一个波段上去 涨了一个波段上去 直到什么 直到他跌破月线 然后反弹 没办法再站回月线之后 就正式的往下面做一个下跌了 所以你看这里是第一次 他月线没有办法越过 这里是第二次反弹上去 又碰到月线没有办法越过 上次没越过掉下来 第二次没越过再跌下来 那这里是第三次 那照理说应该四不过三 技术面有一个讲法叫四不过三 也就是说呢这里呢 基本上他有可能是做突破 但是我们要观察下个礼拜 他会不会来做个突破 如果下礼拜呢 美国的NASDA呢 他来正式做这个突破月线呢 他就改变了NASDA这个下跌的轨道 就改变这个台股呢 就改变这个NASDA下跌的轨道 也会改变台股的一个 多方的一个涨势的一个 强劲的表态 所以呢下个礼拜呢 突破月线是一个关键 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突破月线呢 他如果再往下拉回呢 基本上可能就会再来回撤这个底部 再来回撤这个底部 那如果守稳这个底部以后 他可能会打出两只脚 然后再来测试一次这个月线 那总体而言呢就是NASDA呢 他突破月线以后呢 台股的成交量才会比较明显的放大出来 否则呢大家会看说美国股市 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 向上攻的表态的现象 因为这里都只能先算是跌升反弹嘛 这里都只能先看鞋升反弹嘛 你要正式走一个坡段上去 他一定要站上月线 最基本的一定要站上月线 所以下个礼拜是一个 突破月线是一个关键 月线是一个关键 当然我持续会在节目上跟大家追踪 好那我们就要看说 因为整个旁旗呢 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的过程面呢 我们就要了解到 市场上也知道说 这个目前这个大盘跟个股呢 它的落底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呢 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到领先落底的股票 它会领先往上涨 那这些股票它都具有个特征 也就是说呢 它股票是一个维持高姿态强势整理的态势 那么即将要突破前波高点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说 细致财这部分的股票 那细致财呢 我看好是两档股票嘛 第一档是金星科 第二档是M3C嘛 那为什么我看好它 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上已经讲过 所以我不重复 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它的走势 因为今天大盘跌了189点 将近快跌200点的情况之下 金星科它的走势呢 是留一个满城的下眼线 也就是说它还没有 它盘中是跌破昨天的低点 但是呢尾盘全部拉上去了 所以呢表示呢 这一档购物其实它筹码还是相对的稳定 它股价也相对的强势 它为什么要在那边做整理 其他一个目的 它想要突破前波高点 它想要突破前波高点 那只是说目前在等确认 美国股市的表态 确认美国股市表态 因为你看嘛 因为大盘跌了大概将近 这一波大概跌了1500点嘛 你看这个金星科它怎么跌的 它没什么跌到啊 那它为什么大盘跌1500点 它跌不下来 因为这些多头 表示这些多头的主力呢 这个有主力大物在里面嘛 表示呢它没有卖 因为它如果一卖的话呢 一定大跌嘛 因为它没有卖 所以股价就维持在这个地方嘛 甚至往下跌之后它还买哦 所以它跌下去 它马上又弹回到什么 又回到当时的高 这个什么高次在整体的位置去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为什么 这档个股呢多头主力都变没有撤手 它还要持续在里面做 为什么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这个细致财这一部分 是中国无法复制的 尤其是金星科 尤其是金星科 所以呢 公司的毛利就会相对的高 像这种个股呢 你要知道 因为现在10月7号嘛 接下来就是10月10号 要公布这个 这个 这个九月份的月营收的 那九月份的月营收呢 我认为极有可能再度往上做成长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在营收的配合之下 它股价呢 极有机会来往上来创新高 那我在节目上认为说 它维持这么高姿态的强势 其实它目的是为了要创新高 不然不需要做这么辛苦啊 对不对 因为大盘跌 你不用去互盘 你就把它卖掉就好了嘛 那干为什么不卖呢 为什么不卖呢 因为你舍不得卖啊 为什么舍不得卖 因为你认为它还会涨嘛 因为多头大户认为还会涨 所以它舍不得卖 所以股价就维持高市在整理嘛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在做震荡洗盘 震荡洗盘 所以待会我也会跟大家讲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端源就是 回答观众朋友的问题的股票 观众朋友会在LINE里面会问一些持股的问题 会问一些个股的问题 那我会利用这个 待会我会利用时间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这档个股的看法是什么 我会讲到联电 所以我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虽然看指数今天是往下跌的 但是这个联电台积电 他们都已经到相对的低档的位置去了 所以我认为大盘目前也是在做震荡洗盘的动作 好我们再看一下M31也是一样 基本上我也是认为震荡洗盘 但筹码都相当的干净 往下跌的时候呢 这个融资就出光光了 融资出光光了 融券还是不认输嘛 融券基本上还在放空这种强势股 我想说你融券你如果真的要去放空的话 你应该放空那些弱势的股票才对 因为弱势的股票它为什么会弱 因为它的业绩或它的营收或它的前景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的股价才会弱 那你放空这种股票你才是比较稳健 才是比较能够获利比较安全获利的 那如果你去放空高姿态整理的股票 你很容易被嘎 因为这种高姿态整理股票呢 通常它能够维持在高姿态 它背后就代表说它的产业 它的获利性 它的营收 它的前景是看好的嘛 不然它为什么有条件 能够在大盘跌一圈外一点 它还能够维持在高档 对不对 那你这样去想就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你去放空这种 高姿态的股票很容易被嘎 那这种个股呢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这个叫做假破底针穿头 当然以技术面来看的话 这两个是会创下新高点的 那现在呢 因为距离前波高点这个地方呢 比较近 所以这边在做震荡动作 我认为也是在做震荡起盘的动作 所以看法基本上跟昨天一样没什么改变 所以我们就还花一点时间 花多一点时间呢 来解答投资朋友的一个疑问 投资朋友的问题 那我现在还是跟大家讲 如果你手上呢 手上一些持股 或者是有些什么股票 你想要问的话 你都可以用LINE8 加入LINE8里面呢 你在上面的上传你的问题 那我会在我的节目里面呢 跟大家来做一个解盘 跟大家来做个分析 看一下这档个股的后市呢 该怎么操作会比较好 好 我们看一下蔡小姐 蔡小姐她问了这个2337的望虹 她问了2337的望虹 那这档个股大家都知道是Netfresh 那Netfresh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价格呢 目前还在持续的往下跌啦 它是跟着Netfresh的这个 这个报价在走的啦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档个股的话 你就要注意到 它第三季是架崩 从第四季持续往下跳水的话 那表示呢 它的股价很难大涨 很难大涨 但是呢 虽然它的基本面 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回升的一个现象 但是我们看一下 它的技术面并没有破底哦 你有没有看到它没有破底 也就是说台积电破底了 对不对 台积电破底了嘛 大盘破底了嘛 但是呢 望虹 它竟然没有破底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利空消息的情况之下呢 它竟然没有破底 表示它已经开始有一些抵抗力了 对空方有抵抗力了 尤其你看到这边 这两根红K棒 而且都带量 表示往下急杀的时候呢 这个这两根红K棒 有人在做逢低承接 利用利空因素消息在做逢低承接 而且你看这个逢低承接 基本上是用现股去买 因为融资并没有大增 融资并没有大增 所以是用现股买的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虽然它的报价持续往下 但技术没有在破底 它就是短线上 它就是会有一个跌升反弹的空间 但是你说它要往上面连续性的大涨 不太可能 但是你说它这一波反弹上攻 一个波段或一个空间是有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最大的压力在34块1 为什么在34块1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这个地方报大量 这个地方报大量 最高点在34块1 所以这一次呢 如果反弹上去 接近到34块1这个地方 第一个你就不要做追价 第二个到这个位置区呢 可以先减码 这边减码 那短线上来讲的话 因为它这两根出现红K棒 你可以发现到这两根红K棒 它都把这个黑棒吃掉 这个地方叫做多头的吞噬形态 而且没有破低点 所以它相对的 以这个半逃底族群来讲的话 它相对的强 所以它股价呢 在今天大盘跌的情况下 它还是收个小红K 表示这档个股呢 它应该还有一个上涨的空间 它还有上涨的空间 比较大的压力在34块1 那这档个股呢 30块3毛钱这个地方没有破 我认为你如果有的话 多单可以报 34块1呢 可以呢 往上来分批出 接近那个位置区 或者是靠近那个位置区呢 可以来做个分批的往上出 就是旺宏呢 你操作的 可以操作的方向 可以操作的策略 那因为呢 旺宏它代表是Netfresh 它其他相关的股票 其实你也可以类似这样这样操作的 因为Netfresh基本上 它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多方的格局 它的报价还没有往上 我预估会在明年大概第二季左右 如果你要做这种这个记忆体的话 我认为你要等它的这个报价 开始呢到股底 还有呢公司的这个现金成本 它是不是已经跌到公司的现金成本了 因为你如果说你的报价 一直往下跌一直往下跌嘛 然后说你的股价 你就没办法 你卖一颗就赚不到钱嘛 对不对 就是一直往下跌 但是如果跌到你的现金成本价 那表示呢跌幅已经够了 因为变成你卖一颗赔一颗 你就不会再卖了 你就会减产 对不对 Netflix就会减产 那一减产呢 就会改变供需的什么 供需的平衡 那它的什么 它的报价会往下跌 那一定是供给大于需求嘛 所以报价就一直往下跌 一直往下跌嘛 那如果说公司开始减产 那供需就会平衡 供需一平衡的时候呢 那报价就不会再往下跌 不会再往下跌呢 股价就会开始从谷底开始翻扬上去 所以什么时候看到Netflix呢 真的可以买进 像旺宏什么时候还可以买进 就是当你看到 有一天你新闻看到 它的这个Netflix的现货价 或它的报价 已经跌破了厂商的现金成本的时候 就差不多了 就差不多他们要做减产的动作 那差不多大概就开始要见到谷底了 那时候就可以来做买进 那时候就可能就一个大波段了 一个波段比较大 就会至少三成五成以上的空间 那我认为在明年 极有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这档个股呢 短线上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你要做波段你还要等 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王先生 王先生问的是2303联电的后市 联电这档个股很多投资朋友有 那我们知道他做成熟制程 那联电来讲的话 这档个股我认为 它的低档应该相当有限 因为这一次它也是破底 跟台积电一样破底 那破底是不是35块钱 35块钱 那我认为35块钱 应该是近期的最低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它今年大家可以赚 EPS可以赚6块4 那股价在往下跌呢 其实是反映到明年 因为它明年再怎么差 其实基本上应该还是有5块 那如果说以5块来看的话 它跌到35块钱 本益比大概7倍而已 本益比大概7倍而已 所以我认为这个35块钱 这个低点应该是 这一次跌到这个地方 应该是先做个确认 而且你看它破底 它也是破底 形成假破底 就是很多人破底的时候 你看它破底了 很多人是技术面会做停损 那你破底你停损完以后 股价就涨上去了 这就叫做假破底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所以可见卖在35块钱的人 卖完以后就后悔了 为什么 因为卖完以后开始就往上面涨了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像这种假破底的股票 基本上它都会有什么 它都会挑战这个高点 这个机会 都会挑战高点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呢 这档个股急杀下去呢 不要再做追杀动作 我认为急杀反而可以 短线上可以用强反弹的心态 可以去买 强反弹的心态可以买 那你基本上还是一样 不管我们要做任何档个股呢 不管是强反弹还是好 还是你要赚价差 还是要把风险控制住 风险呢36块3 再提供给你参考 因为这个36块3 是这一根长红棒的低点 这个低点基本上是不能破的 一破的话短线上可能就转弱 但是我认为即使 就算它真的在往下跌 就算它真的在跌破35块钱 我也认为其实不要杀低了 不用再杀低动作了 我认为这档个股 35块钱就算它不是最低点的话 应该也是在相对的低档区的 当然你说它要大幅度的反弹 大幅度的上涨也很困难 因为目前我们可以发现到 整个联电它做成熟制成的 这成熟制成的这个晶圆 基本上目前这个有点在松动 供给有点大于需求 这个都是产生库存的问题 那我也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说 电子股目前就是库存的问题 这个库存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大部分跟库存有相关的股票 它都出现很难大涨的条件 它会有跌生反弹 但是很难大涨 这也是我跟你讲说 为什么说你持股你要做个检视 持股要做个整理 那反弹的股票当然反弹到高点去 你要把它做一个减码 或把它做一个换掉动作 你要换到那些 比较没有库存问题的股票 因为那些股票才是真正会大涨的标的 这几天我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注意到那些 那些所谓的那个 你看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讲细制裁 细制裁其实都相对强势 因为它没有库存的问题 另外这个半导体的 半导体检测公司也是 它也是没有库存问题 因为它是在帮客户做检测的 所以在宏康我也觉得不错 那个我都认为会创新高 虽然今天并没有大涨 但是今天震荡拉回都亮缩 这个我还是看法没有改变 你看我今天节目都知道了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 持股还是要说调整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林先生 林先生他问到6679的胡莲 这档个股呢 这档个股我在节目上曾经讲过 我们看一下这个胡莲 胡莲来讲的话你可以注意到 如果你有这档个股的话 其实你注意到它的这个毛利率 它的毛利率基本上你可以发现到 它都维持在32%左右 在第二季呢有稍微降到27% 但是我认为它的毛利率在第三季呢 会再度往上提升上去 因为最近台币在做贬值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我们外销的一些公司呢 其实它的毛利都在持续往上做提升 所以我认为呢 胡莲的毛利呢 第三季会往上调整 那第四季呢还会再往上调整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我认为第三季毛利呢 会来到31% 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中国的购车降税的优惠 这我在节目上讲过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 我说像这种胡莲的股票 受惠到中国降税的优惠情况之下 那么它们的股价呢 基本上都不会出现 所谓的所谓什么空头形态 不会因为它们的营收 基本上你在等嘛 因为10月10号快到了嘛 你在10月10号你就可以看到 我跟大家讲的对不对了 我说它的营收还会持续往上成长 10月份 因为10月份10号要公布9月份的嘛 我认为9月份会往上成长 接下来10月份还会 一直到年底 每个月的营收 基本上都持续的往上成长 都是持续往上成长 跟中国购车降税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汽车现在卖得不错 因为他们降税的这个优惠 其实办得不错 他们在救经济 这我之前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的 所以它EPS来讲的话 今年大家可以赚9块半 明年挑战11块半 所以它基本上它明年还是比今年 还是持续的往上成长 只是说成长的幅度没有这么大 不会像很多电子公司可能今年没赚钱 但是明年它一赚个50% 股价都大涨 所以它的股价并不会说 这样一直连续性大涨 它不会 它会怎么样 它会涨上去 然后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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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涨上去 然后整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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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涨上去 它的股价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有这档个股 你基本上可以抱着 我认为这档个股 160块钱没有破都可以续抱 前波高点185块钱 应该会跟着 因为它营收还会持续成长 所以我认为前波高点185块钱 应该是会来做突破 应该是会做突破 所以这档个股 我认为你可以续抱 可以续抱 有这档个股的可以续抱 那当然如果说其他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股票 持股上的一些问题 或是你有股票问题 你都可以用Lite Act里面 跟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提出问题之后 我会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我会在我节目上 跟大家来做呈现 跟大家来做呈现 那我们当然我们这个礼拜 也是我们在下个礼拜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节目有新的调整 基本上是跟观众朋友来做互动 我希望我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希望说 你不是单方面只看我节目 我希望说你看我节目 你也有收获 所以你可以把一些持股上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问了一些个股 到底可不可以进场 或者该怎么操作都可以利用Lite Act里面 跟我们做一个提出这个问题 当然我的Lite Act里面 我的Lite在这个电视上萤幕这边有 所以你待会可以扫一下 那我还是告诉大家 目前来讲还是要提前调整持股的 你可以发现到 行情在涨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像不明显 但是如果行情像今天一拉回 你就会发现到 什么股票是相对强势相对抗跌的 那什么股票呢 是属于弱势的往下探 那你是不是要调整持股呢 如果你不调整持股 你看这一波它已经先涨了500点了嘛 对不对 很多人这一波500点上去可能没什么感觉 因为也没赚到什么钱嘛 那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前面500点 你都没有什么赚到钱呢 那你认为后面再涨上去 再涨个500点 你认为会赚吗 你用这样合理的推估嘛 推估一下就知道了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这一波涨500点在涨什么股票 就是涨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嘛 对不对 它就会涨这些股票嘛 所以我们是有掌握到这个500点的获利的 所以下个500点 或下个未来是不是能够挑战 再挑战千点以上 这后面呢 你现在要先做准备 所以我一直告诉大家 获利是给有准备的人了 好 认同我们观念的 可以打080 370 888 那如果有持股上的问题 或者操作上的问题呢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ght 然后呢Light你会加入之后呢 把你的问题传上来 好 我会利用时间在这个时段 跟大家来做分析 好 今天为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那祝大家呢 国庆佳节的愉快 那我们下礼拜见 谢谢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费 利益关系 进行 本节目的 一个